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佛在经上讲的本意 佛在经上讲的分段生死的本意 我们也不容易领会到 这个段是段落 一段一段 段落怎么分呢 刹那生命 佛讲这个 这是真话 说明了 我们人 不是 一年比一年老 佛还不是说一天比一天老 刹那刹那 在那里面老化 这个现象呢 叫做分段生死 生死实在讲 就是说的生灭 这都是讲的四世真相 第二种呢 叫变异生死 变异生死的现象 更不容易体会 变是变化 那意思改变 像 菩萨的位词 我们知道 大臣菩萨 有五十一个位词 从初性微到二性 这就是一个变化 也像我们学校念书 从一年级升到二年级 是一个变化 从小学升到中学 又是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当中 实在讲呢 并没有生死 这个生死是比较厚 你必须修持一个阶段 你才能把你境界向上提升 是这么个事情 因为分段生死 是六道里面的现象 超越六道轮回 所以想证得欧罗汉古 这个分段生死没有了 但是欧罗汉距离原教的成佛 那还有很长很长的距离 这个距离是要它慢慢去修 慢慢去证 这个修正要受很多的苦难 这个就称之为必因的生死 这是拖的意思 拖轮回 这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来说 这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来说 这一种事 这一种事比这个更大的 这个佛家常讲的 生死大死 世间人 可以说自古以来 知道这种事情 许多很聪明的人 向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们 不断地在寻求 想找出解决的方法 但是始终找不到一个具体完善的方法 因此佛陀在出现于世界 大家心里想解决这个方法 而没有法子解决 佛以大慈悲心出现在这个世界 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众生有感 佛就有应 佛之出现感应道教 佛首先为我们说出来 似是真相的所言 也就是六道轮回的真相 若不识服没有人能说得出来 现在欧美的科学家 包括一部分宗教家 我过去看过这些杂志 他们用许多科学的方法 确确实实证明了 有轮回 证明佛教所讲的轮回是真的 他们证明了人有前身 前身不一定是本地人 也有外地人 也有外地人 还有其他国家来投胎的人 有人从出生到来 还有人前世不是我们这个地球生 现在的话说 它是从外太空来的 其他星球上来的 他们的音与文字 我们完全无法了解 那么这些被证实的 所以他们相信 这个佛教讲的轮回是可以相信 其实轮回并不是佛教讲 释迦王丽佛没有降生之前 这些人 这些人 咱們這是宗教家 印度的宗教可以說是高級的宗教 他們普遍地都修禪定 實在上說 這些現象是禪定當中接觸到的境界 一個人在定中 一時是扶住了 因此他那個精神活動的空間就大了 他能夠見到過去未來 能夠見到我們一般人見不到的境界 為什麼說一般人見不到 這個用現代科學來說 比從前容易理解 現代科學家明亮也承認 空間是由無限度次 也就是多次元的空間 我們人生活的範圍是三度空間 四度空間 有人這樣說 我們還打不到 五度空間 六度空間 再往上去 無限度的空間 不一樣吧 我們人 我們人 一時沒有辦法超越 空間的次元 但是禪定的功夫 能超越 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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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 不是三度空間 如果是三度空间 我们一定会看得很清楚 都是三度空间 不属于四度空间 卧轨道 地狱道 也不是在这个词员之内 所以我们的能力接受不到 由甚深禅定的时候 心地到清净的时候 它这个能力能够超越 能够接受到 越是深的禅定 接触的面越大 越广越深 多次元的空间 它见到 所以宇宙这复杂 不是我们能想象的道理 佛经常常有不可服议 这是真的 这印度一些宗教家 在禅定里面 见到这个境界 为我们射出六道轮回的状况 这是他们亲自见到的 这不是推测的 不是理想的 所以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但是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事情 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怎么来着 他搞不清楚 我们在论言上也读到 很深的禅定 这个世间禅定 到第八个等级 第八丁 这个人到了飞翔飞飞翔天 他没有办法突破 他以为这个境界呢 就是宇宙的开端 宇宙的开始 我们中国古人讲 混沌粗开 那个境界 实在讲 就是《楞严经》上讲的 飞翔飞翔天的境界 可见的 能说出这句话 也不是简单 这个境界里面 完全被无名 包裹着 穆罗汉 继续不断地在修定 成就第九定地 突破这个境界 超越轮回 这是一个大的界限 看到这个世界以外 还有无尽的世界 新年代科学的研究发展 许多发现 将佛经里面所说的一部分 他印着 这个轮回怎么来的 佛告诉我们 一念不绝而有无名 从无名 生出三细相 从三细相 生出六粗相 变现出了 虚空世界 这个说法 跟我们中国 《易经》里面的讲法 很相似 我们《易经》里头说 太极生念仰仪 这次是太极 念仰仪是阴阳 念仰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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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中國道家屬 道僧疑 一僧二 二僧三 三僧萬五 這個說法非常接近 這是說明俗語言的道理 但是要詳細講呢 這非常複雜 也是很高深的學問 在佛門裡面 法相為實 這一派的 這個宗派的 他們專門去研究這個問題 也就是專門去探討 現象的根源 發展 演變 他的經論很懂 那是要很長時間 去研究 去修學 去體驗 這個體驗 把這個四十真相 真實 那麼對於 這種 學術 有興趣的人 很多 但是一定要費很長的時間 單單從理論上去研究探討 實在講 實在講 它是很難得到結果的 一定要有修正的功夫 修什麼呢 還是修的 法相裡面講 修 不從 為實觀 它的原理 跟天台家的 治觀 是相同 它這個修觀 有五個層次 這相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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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台中 黎炳南老局司 告訴我 這 不從為實觀的修學 每一個階層 真正要用功夫 都要七十年的功夫 它是這五層加起來呀 大概要兩三百年了 怎麼人沒那麼長的壽命啊 所以通常我們謹慎的力量 能夠修到第一層第二層 相當不錯了 縱然有這樣的定功啊 解決不了問題 什麼問題呢 出不了三階 換一句話說 你只要出不了三階 你就必定 逃不過輪迴 你還要搞輪迴 你還要搞輪迴 這一輪迴呀 前身 所修的 都忘得乾乾淨淨 縱然要來了 又得從頭來起 這個事情麻煩了 這就是佛法裏面叫做退轉啊 我們的修行 生生世世 進進退退 進得少 退得多 所以這個退下來呀 一失不復一失 縱然有深厚的善根 依然不滅 這個六道理說 苦難呢 是夠少的 這樣祝福菩薩才教給我們方便法門 這個方便法門呢 就是指念佛求生淨土 這個法門 這是最容易的 最簡單的 最穩當 也最快速的 但是 信的人 不多 這就叫 男性之法 能夠叫人相信 那些法門 修學起來 真正困難 那些法門 卸托之道 總歸納起來說 不外乎三門 這是把 無量無病的法門 歸納起來 不出 直正進三門 就是酒 就是酒 徹底地酒 酒盡酒 在大乘法 在大乘法里面 聖宗 是走這條路 是走這條路 禪宗 走這條路 要上根立志 才能夠走得通 才能夠走得通 我們在中國 列代 看宗門 裡面的成就 修憲 修憲的人 多 成就的人 少 歷代這些 做事大德 蛇身當中成就的 沒有任何一個人 能跟六祖能大師相比 會能大師夜深教導的 真正成就的 譚經上記載的 四十三個人 我們想想 當年跟六祖大師修學的人 有多少 不止幾千幾萬人 成就才四十三個 就知道這個事情難了 但是從 禪宗方法裡面得定的 這個很多 這是我們可以能夠相信的 是很多 大車大物 明心見心的 不懂 他說四十三個人 那是明心見心的 也就是 在一生當中 那真正是頓潮 一生當中 一生當中 要是因別教來說 超越三星 別教的 實性 實住 實行 實會相 他都超越 真正 震到粗地 禪實實在在了不起 那麼其次的就是教 叫除了禪之外 都算教相 那 教裡面 主要是依據經典的理論 一方法 經典當中 也把古地上那些境界說得很清楚 你依照這個理論方法去求證 清正這個境界 這些宗派當中 當然你是上根理智的那塊 中等根性的人 也都能有一些成就 也能夠深得其力 也能夠深得其力 但是 不能超越三界 那個困難 也不亞於成都 禪宗不無心性 不能超三界 定功能夠幫你 幫助你 生四禪天四空天 它的古報到這個地方 那麼一般教下的 實際上 實際上 也 也是 人 天 佛報 功夫 前一點 來生 不捨人生 想 人間的 富貴 功夫高一點 那就 生到 欲界天 色界天 這個時候 佛門常常講的 人天 小果 三善道的果 第三呢 這就是清靜心 敬門 敬土宗 它是從 進入門 這個叫下了 是正知正見 佛知佛見 我們稱之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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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用經典來修正 以經典為標準 以經典為標準 這個禁宗專修清淨性 一句經典 在其他宗派裡面 做一個比較 晉宗經典最少 在當初 這是三經 無量壽經 觀無量壽經 阿彌陀經 諸位都很熟悉 經文都不差 分量都不大 很容易受持 那麼到近代 這些祖宗大德們 又加了兩樣進去 成為淨土五金 五金的分量也不大 加進去 加進去的 普選行員品 算是比較長一點 大勢之緣通脹 只有兩百四十四個字 所以五金的分量呢 還是很簡單 很簡單 五金 從文件 從文字上來看 從文字上來看 並不很深 幾乎 人人都能看得懂 從文字上來看 能看得懂 經文不深 這樣的電擊 才能夠普及 如果經典太深 一般人看不懂 必須要加以講解 這個流傳就難了 金宗金天 大家要問 《無量壽經》 為什麼流傳這麼廣 這麼寬 一度度經文 你就瞭解了 它簡單容易嘛 大家都看得懂嘛 講更好 不講也沒關係 意思都能看得懂 這是普遍受到大眾歡迎的原因 可是 如果要細細地去研究 經裡面所講的道理 那真的是不簡單 文字前行 一理是深奧無比 正所謂 錢的人看到很淺 他懂 深的人看到很深 他也懂 這個經典妙就妙在這個地方 因此我們受持這個經典 因此我們受持這個經典 不要說一聲 深深深深深 分鍵 深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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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神 不疲 viver 所以有靈彼作晌 eb 修清淨界 來求一個特別解脫之道 這不是普通的方法 是個特別的方法 我們用這個方法 超越年終生死 超越六大輪迴 這個方法 目標 無量獸精的精體上 都標示明白 我們所求的目標 是無量獸 莊嚴 把所有求的目標顯示出來了 無量獸 是一切無量裡面的一個代表 無量 絕不是只有受命 而是指一切的無量 你看這個 歐一大師 在藥界裡面跟我們說的 一切無量 無量的智慧 無量的德能 無量的神通 乃至於無量 乃至於無量的受用 享受 一切無量 都包括在其中 佛為什麼用受命做代表呢 受命在一切無量裡面 最重要的一條 都想想 一切無量都具足了 所以一切無量裡面 無量獸是最要緊的 你有無量的壽命 那一切無量你才能享受得到啊 那一切無量 你才能享受得到啊 這個莊嚴 就是我們世間人常常 嚮往的 真善美啊 真善美啊 佛法裡叫莊嚴啊 美好 而沒有一絲毫的確信 這是把目標說出來的 真善美 怎麽樣才能得到啊 借助佛法這個方法 又教給我們 清淨平淡者 這是靜宗修學的總綱領 這三個 這一個問題就解決了 實在說 它這三個是有連帶關係的 一個得到 必定三個都具足 所以 念佛的方法很多 佛在經論裡面 為我們說的 幾百種念佛的方法 有些方法 有些方法 片中在清淨 有些方法 片中在平等 有些方法 片中在救 都可以 一個得到 一個得到了 那兩個 決定同時得到 那麽我們今天修學 是以清淨為主 那麽我們今天修學 可是我們為什麽 得不到清淨性 可是我們為什麽 得不到清淨性 要去探討 要去探討 我們要去找的 我們為什麽得不到 把原因找出來 然後再把這個原因消除 那清淨性不就得到了嗎 如果你不肯去發心 不肯去找 好 那就難了啊 障礙親近性 最大的 實在講了 就是煩惱 貪嗔馳慢 這個東西叫我們的心不平等 另外一個就是心不平等 這也是障礙了親近性 我們果然明白 果然發現 就應當想方法 把煩惱消除 把這個不平的念頭消除 我們對於禁宗的修學 障礙就沒有了 障礙排除 念佛三昧也 就現前了 現在 這個清淨卸脫道就得到 現前就得到啊 清開意見 來自往生西方 當然不成題 可是現在難難在哪裡呢 難在我們的障礙 無法排除 難在這裡 為什麼無法排除呢 實在說 第一個 你的認識不夠清楚 你的決心呢 沒有下去 難在這裡 果然認識清楚 曉得 貪嗔馳慢了 是大害 害 害得我們無量皆來 長皆輪回 你要認識他了 他害你 整你 整得這麼慘 還把他當好朋友 你這不糟糕嗎 你看那個 墨南問 是否極凶經理 佛不就說了嗎 佛跟我們講 實物是冤家了 實善是後友啊 是最後的朋友啊 我們今天顛倒了 把實善當作冤家 把實物當作後友 偏偏跟他拉上關係 捨不得離開啊 就難憤難捨 就受他的害了 所以諸位細細做佛經啊 很有味道 我講得沒錯啊 真真實實的修行 不能成就 都是受這個害 受實物啊 因人家之害 我們認錯了人 把他當作好朋友 最近有同學告訴我 有人念無量手機 不到五百遍 就能背書 他只用了五個月的時間 就能背書 他自己都感覺到驚奇 他怎麼會 因為他自己想到 他很笨 平常念一篇文章都背不下來 為什麼在這麼短的時間 把無量手機回背 就是過去生中的事根 過去生中的事根 不是一生命天 環遊更快的 真不可思議 真不可思議 一個星期會背 如果不是過去生中的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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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沒法的解釋啊 他念別的東西 他念別的東西 為什麼背下來了 念無量手機 一個星期 就能背下來了 這就知道 我們確確實實 深深事實在修行 不能成功 就是被這些冤家害了 冤家債主啊 我們都把他當作好朋友啊 認識清楚了 你才肯跟他分手 才肯把他放下 我們的煩惱縱然不能斷 一定就輕 煩惱就輕 輕了啊 障礙的力量弱不弱 如果是斷掉的話 障礙的力量就沒有了 沒有障礙 這個要知道 第二要了解四十真相 一切法從心下身 唯心所欠 誰的心呢 自己的真心被欠 所欠 唯時所欠 誰的心呢 自己的八十五十一心所欠 在變現這些境界裡面 為什麼還有妄想 執著虛妄分別 造成種種不平 所以這個障礙也不是外來的 都是從自己妄想裡面生出來的 明白這個道理 我們對於一切法 我們對於一切法 一般說 我們用平常心去看 平 就是平等啊 長是很長啊 很長以平等心啊 來對外面進階 這對於菩提道上的障礙阻力啊 也都把它畫出來了 那些都是原理原則 我們要問 從哪裡下手呢 這很重要 從哪裡做起 《雷炎經》裡面所講的 最粗方便 就是下手柱 下手柱 一定要依照經典的教訓 一定要依照經典的教訓 歇多金 多金求的是什麼 求你啊 當事情 第一個 就是求親近典 我們用度金的方法 求親近典 把煩惱消除 把妄想消除 因為不度經 我們的煩惱 這煩惱就是貪沉吃慢 妄想沒有辦法熄滅 那一個念頭深 一個念頭密 一天到晚都搞定 我們用方法控制住 用讀經的方法 將精神一直集中在經典上 這樣子 忘卸忘念的煩惱 就暫時不起來 用這個方法 用這個方法 第二呢 求明瞭四世真相 經典裡面所講的 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念多 念久 自自然然 把我們這個觀念改變了 我們常講人生觀 宇宙觀 讀經是接受佛的開始 接受佛的熏陶 時間久了 不知不覺 自自然然的 跟佛的看法 想法了 去向一致了 把我們許多錯誤的想法看法了 就這麼修正了 自自然然的修正 讀經的好處在這裡 但是 諸位一定要記住 讀經就好好的去讀 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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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去讀 讀 不要去研究 不要去想 這句話怎麼講 那一段意思如何 那就完了 為什麼呢 一念念經 一念又大旺想 一念又起貪承癡 讀經本來是把貪承癡給扶住 把妄想给扶住 那你是一面都扶不住 这效果就没有了 读经要下的 那是一种修定 修慧的方法 这个要知道 是定慧等持 方法妙绝了 我们蹲一个小时 就是修一个小时 蹲两个小时 修两个小时 真修 其次 我们在生活方面 要注意到的 我们如何去对人 对五对四 这是在我们生活当中 与预定不能够念出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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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